大家好,欢迎回来议外学堂 上集我们就讲到美国为什么要加息 加息对全球的经济有什么影响 当然了,还没回答最重要的问题 究竟香港会不会跟随美国经济步入衰退呢? 所以今天继续下集 再和大家分析一下 香港会否跟随美国进入经济衰退 这个10分钟的经济解释 里面有比较重要的基础经济逻辑 所以大家有兴趣可以两套短片一起参考 先看看香港的经济近期的变化 左手边这幅图就是香港GDP的季度变化 右手边这幅就是香港GDP的年度变化 事实上如果算年度变化 最近2022年的头两季就已经出现负增长了 分别是-3.9%和-1.3%了 但是贵度增长 大家都应该记得 我们曾经有段片介绍过 第一季是-2.9%之后 第二季成功返回 是出现1.0%的增长 所以暂时还没有进入技术 那究竟往后的两季情况会如何呢? 那当然了 近期国际的政经环境是非常波动的 也有很多不同的资料 所以大家可能对于相关的数据 觉得有点迷惘 比如好像美国加息 但是香港就跟随美国加息 全球非美元的汇率下跌 但是香港的汇率就保持7.8% 那所以究竟香港是没有汇率大跌的情况下 是不是就能够保持经济增长呢? 那大家看看这幅图 随便选择三种货币 也看到是过去一年 都呈现差不多一成到两成的跌幅 那当然了 大家随便可以选择其他的货币 比如南韩环 纽西兰的货币 英镑 澳元 日元 欧罗 都呈现不同程度的下跌 那这里随便选择三种货币 我也看到尤其是在2022年的第二季 都出现比较严重的汇率下跌 那这个就反映美汇转强的一个趋势 但是港元 没有下跌的 那这个就正正是因为 港元联系汇率的机制 所出现的调节 那根据金管局所介绍的 货币发行局的调节机制 其实现在就发挥作用 当市场 好像其他非美元的货币 有资金流出的时候 令到港会转弱 那发行局 就会买入港元 那你要透过利率上升 那就是要加息 那就可以保持到 那个汇率的稳定 所以这个汇率的稳定 就变成就是说 港元基本上 是大致要跟随 美元的息口加息 所以又没有什么神秘的 这个所谓的联系汇率制度 或者货币发行局的制度 说穿料只不过是 紧跟美国的息率 从而去减少息差 那就可以令到汇率较稳定 那事实上你看一下 譬如美国是持续 由3月开始加息 由0.5厘加到3.5厘 香港的利率 根本基本上是逆步逆趋 所以现在同样也是 由3月到9月 都是由0.5厘升到3.5厘 那这个就是 反映香港必须在利率上高 是紧跟美国 从而去达到 是联系汇率的效果 保持汇率的稳定 那在这个图里面 我们就可以简单介绍一下 其实 汇率的稳定 就不会是一个免费午餐 那究竟有些什么的 犧牲呢? 那里面那个情况就是 如果你加息的话 那你可以令你的货币转强 因为你加息吸引那些 是存款户 那些钱就流入你的经济体 是吧? 那如果你是跟随美国加息 那些钱就不会走得那么快 或者反而会流入 那就令到你的汇率能够转强 代价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加息 就会令到经济转强 是吧? 因为你加息 买房子又不敢借那么多钱 或者都不肯借 每个月的利率供款又贵了 那些各行各业的借贷都会萎缩 那对经济一边就会有负面的打击 那也会导致通胀减慢 那如果高通胀就是好事 所以高通胀的美国就要加息 去压抑通胀 如果你的地区本身通胀就已经很低 如果你再加息 那就会踩多脚 随时就会变成通缩 那这个代价就是说 我加息 令到汇率转强 但是代价就是会令到经济增长 减弱 甚至乎是会将本来已经很肥肉的通胀 是进一步减慢 甚至推向通缩 相反如果减息 就可以推动经济增长 加快通胀 但是代价就是 因为你的息率相对于美匯 是较低 所以就会令到货币转弱 因为资金就流走 那明白了这个利率和汇率和通胀的三者关系 那我就可以回答 今天的主题 先问就是说 那2022年 香港为什么要加息呢? 那现在大家就应该回答这个问题 加息就是因为联系汇率 那联储局 在美国的联储局大幅加息 所以联系汇率的机制下 香港就必须要大致跟随 美国联储局加息 所以美国由3月到9月 由0.25加到3.25 香港就紧追加息的步伐 那这个就解释了香港 为什么要加息呢? 但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当然就问了 那香港自己的经济基调 是不是需要加息呢? 在这段时间 那答案是否定的 因为美国通胀持续恶化 是吧? 上集也说到 美国的通胀升到9.3% 最近回落了 都仍然高期在差不多8.3% 但是香港的同期通胀呢? 就相对温和 如果你看回 美国在8月份的时候 通胀高期8.3%的时候 香港的同期通胀率 只有1.9%而已 那相差 差不多欠了6.3% 6.4% 所以实际上 香港的本身经济基调呢? 就没有任何的需要加息的 但是联系汇率呢? 你就要紧追了 那这个加息呢? 就会令到本来 已经是相对低的通胀率 就进一步再推低 甚至推向通缩 那加息对香港的影响 就是会有可能 令到这个轻微的通胀率 再压制接近通缩的水平 那于是就出现股 这些高楼债都齐跌的现象 因为你加息本身 令到各行各业都减少借贷 紧缩人手 是吧? 就不会抗张不止 就随时就财源 或者是结业了 那市民更加是会减少买楼的意欲 或者银行都不肯借贷 所以那个楼案又减少了 那就是私人的贷款 以至到其他的各行贷款都减少了 所以就打击消费意欲 所以最近大家都看到 8月份公布的零售总值 也有较大幅的下跌 大家可能接着就会问 香港如果不加息有什么效果 那这个就是一个最近 有一个挺好的实证参考 如果香港说 不跟他加息 不要令到香港的经济走下坡 但是呢 你就会令到的息差就进一步扩大 就是当美国加到3.5厘 你说我不加 甚至我减息 你可以减到 譬如说去回零息 那你和美国的息差 就拉阔到有3厘半的息差 那资金就会尋求有风险较低 而那个回报较高 那所以息差这么高 而美匯的风险有低过你 甚至乎呢 匯率有进一步上升的空间 那所以几样东西加上 都会吸引资金流向美元 那所以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钱就越来越走去美国 资金流走就会令到本来的经济体的汇率 就进一步下跌 而这个下跌又再恶性循环 就鼓励更多的资金流走 当你的货币越来越不值钱 那就会令到入口货价上升 那所以当然如果你说是高度自急自足 那就影响更小 但是很多国家 譬如说石油啊 天然气全部都是要用美元计价 是由外地输入 那你就马上带动所有各行各业的 是输入通胀 价格都上升的了 那所以这个形成输入通胀呢 是跟汇率的急跌有明显的关系 那当然了 它也有好处的 如果你的汇率下跌呢 那你出口的产品便便宜了 是吧 外国人就觉得你自动减价了 那有可能会刺激出口的 那里面呢 其实就是视乎那个国家的经济 的倚仗度是怎么样 那所以其实联系汇率呢 基本上就是说 宁愿要货币的稳定 利率的政策呢 就必须要紧跟美国了 那所以为什么会说 近期有一些比较明显的实证参考呢 就是因为最近就有很多非联汇制度的国家 其实只剩下很少是用联汇制度的城市而已 大部分的国家都是让他们的汇率自由发动的 那这些是非联汇制度的国家呢 那你会见到 如果他们的利率政策呢 没有紧跟美国 同步加息的话呢 他们大致上都出现了汇率大跌的情况 所以之前那幅图大家都看到了 随便抽几只 是外汇都见到 在过去一年呢 是大幅下跌了 跌幅由一成到两成不等的 因为息差确阔 令到资金外流 从而令到汇率下跌 通胀大幅飙升的 最近呢 就在全球多个地方呢 是相继出现了 甚至乎呢 有些地方呢 就是放弃汇率稳定了 就为了保持经济增长呢 就宁愿减息去刺激经济 所以问题是问 如果我减息去刺激经济 会怎样呢 在这个时候呢 那你就会呢 进一步跟美国的息差拉扶 那么大的息差呢 就进一步吸引更多资金就流出 匯率就进一步下跌 正如刚才说 可能会刺激出口和内需的 外国人觉得这些东西便宜了 但是因为那个输入通胀惡化 或者之前借外债的企业或者政府债 就变得上还外债是越来越贵 但是如果你外汇枯揭呢 那会出现还不到外债的情况 起码都越还越贵的情况 那这个呢 其实在亚洲光荣风暴就出现过 就是说可能会导致债务危机 或者货币信心危机 那这里有一个图呢 就是说这个息差导致资金外流的情况呢 其实在最近的亚洲新兴市场呢 就是变成一个热门的课题 比如这个讨论就是说 当联储局释出要加息的讯号呢 这个利息的差距 息差或者叫利差呢 就会导致资金流向了 而呢 很多新兴市场呢 由于疫情的关系呢 就拖住他们的经济复苏的脚步 那现在正正是需要呢 减息去刺激经济的时候 但是 美国就加息 那你就出现了两难的局面 你为救经济呢 就应该是减息的 但是你一减息呢 就会进一步和美国出现 息差进一步确阔 那就会令到资金呢 是进一步流走 那这个资金流走呢 就会令到 新兴市场的汇率呢 进一步下跌 那这个就变成呢 很容易会引发输入性通胀啊 偿还外债更贵啊 或者出现货币信息危机 重蹈亚洲金融风暴的覆车 那所以 最后 就引用 林本尼提到的三言伯论 那这个也是一个很出名的 经济学概念啊 就是说汇率制度呢 基本上呢 就只可以三简易而已 就不能尽于人意的 他的意思就是说呢 央行其实在汇率稳定 资本自由流动呢 和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呢 只能够三者 就取其意了 那这个英文叫做 Trinamer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 的意思呢 其实 在这里呢 林本尼也说了三个实例呢 据说呢 这个概念呢 最早是2015年的 是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首席经济学家 Amarines of Oxford 提出的 就说明了货币稳定 和政策自主 都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那里面呢 就提到 香港用联汇制度呢 那所以呢 他就可以选择 资本是完全自由流动 而那个汇率呢 就相对稳定 但是呢 就失去了 独立的货币政策 换句话来说呢 利率就必须紧跟美国了 那就三拣二 美国呢 反过来 他就完全可以 让资本流动 也都有自己加息减息的 独立的货币政策 但是呢 他就必须要让货币的汇率呢 在市场那里自由浮动 而最后 譬如举例说 如果有外汇管制的国家 那你的汇率可以很稳定 也都有自己的货币政策 但是你就必须要 控制住资本流动 就不允许它自由流动呢 所以这个结论呢 其实香港会进入经济衰退的 基率是很高的 因为呢 美国联储局就预言了 接下来 还会起码有两次的加息 而香港联系汇率呢 就令到 香港必须要紧跟美国加息 而香港现时的通胀率呢 是非常温和的 只有1.9% 如果你再用加息去压抑借贷和消费意欲的话呢 其实就会令到 经济是 进一步减弱 所以 上一季 只有1.0%的经济贵度增长呢 似乎 接下来的季度呢 会出现经济进一步疲弱的机会呢 是相当高的 好,今天的讨论到这里 拜拜